Hello 大家好 今次就拍阿修羅 之前有觀眾剛好留言想試一試可以有2隻充填 其實充填比較特殊 因為我剛好練了2隻充填 因為我之前見過SR有條影片是用進化來打阿修羅 我看過覺得可以試一試 所以就練定了一隻進化充填 所以剛好才會有2隻充填 正常來說很少會充填2隻充填 除了超絕之外 既然這樣就試試用神化充填加進化充填 2隻充填 其實進化充填我之前也用過一次 但當時沒有什麼能夠發揮的機會 所以今次就試一試 陣容方面始終都是我比較喜歡用老西法打一關 不知為何 然後就選一隻充填 有隻充填的話會比較安全 因為突發情況打王就可以開他的技 拖延王的時間 即管試一試 進化充填的技巧 最好要記一記這關的傷害迫的位置 因為如果站錯位你是死定的 基本上是沒得走的 所以最好如果你真的要用的話 就熟 對阿修羅這關熟一點才好用 對阿修羅這關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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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本身就不太熟悉 這個戰角時代的日本 其實我不是太喜歡戰角的 即是積填信長 武田信員那些 那些我不是太喜歡的 但上橙謙遜也算是一個 比較出名的角色 在這個日本戰角時代 那他當時十九歲的時候 因為他名氣過大 本來他上橙家的家督是由他大哥做的 但因為他的上橙謙遜太出色 所以在家族內的明星開始很響亮 那大哥就怕他會搶到自己的地位 主動去出兵想說 收他皮 收了上橙謙遜 但不料因為上橙謙遜是一個天才 實在是一個用兵的天才 那他竟然他大佬就被一年近十九歲的上橙謙遜擊敗 甚至連這個上橙家的家督之位 他都是失去買 正式成為當主 有這個上橙謙遜 上橙謙遜就 用兵方面其實就非常出色 是一個戰角時代很出名的戰略家 無論是用兵或是行軍打仗 他都是很靈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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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 我想他應該是號稱戰國時代最強的將軍 即是武功和用兵的策略方面 應該是無出其有的 連我這些不熟戰國史的人都應該知道武田宋元是一個非常強的人 這裡我先說一說 開開絕招 其實沖田的絕招基本上是用了先都沒所謂 一會是儲存的 這關是用反射清怪會比較方便的 開了先 繼續說回上橙謙遜 上橙謙遜和武田宋元有五次村中島回戰 他們有五次大型戰爭 其實有幾次就不算真的打起來 是兩軍互相對壘 即是你看我我看你 但有幾次就真的打 其中最出名的那次就是 其實都是信龍那邊 名字都很難讀 話說有一次武田軍 武田信元 他兵力上是上岔謙遜的 就是多於三分之一 即是上岔謙遜兵力得武田信元的三分之二 武田在絕對優勢的情況下 就打算出城去偷襲上岔謙遜 但很可惜就被上岔謙遜發現了這個特閘 相反即是反偷襲 結果武田軍的死傷慘重 甚至連武田送完的弟弟 以及多個重要的家臣都在戰役中死了 其中有一幕還說到這個 上岔謙遜 單騎 即是上岔謙遜 很喜歡頭戴白色的筋 即是包著頭的 你玩那隻什麼戰角 什麼鬼的戰角 即是SEGA那隻 你都看見他形象是包著頭的 很喜歡 話說有一個頭戴白根的人 騎著隻馬 拿著把槍單騎衝入武田的本陣 直接斬傷了武田送完 非常之威猛 這一役也令到上岔謙遜在天下聲明大增 結果就 但這一役始終是 在武田軍的主軍回來 即是緩軍回來的情況之下 上岔謙遜都撤退了 這一役兩邊死傷很慘重 其實呢 武田和這個上岔謙遜兩人 他們兩個打了太多年 實在浪費了太多時間 間接令到這個積田信長在統一天下上 方便得多 因為他們兩個在那裡互相牽制著對方 適田軍趁機擴大他的勢力 其實呢 可以說是 適田信長之所以成功 因為 這兩個猛將互相對壘 對 助手如人之力 最後 尚岔謙遜49歲的時候就死了 他說他在廁所的途中 就暈倒死了 有傳因為上岔謙遜極喜歡喝酒 他甚至是騎著馬 情況之下都是 走不離手 所以就有可能是喝酒過多老人 脫而死 那 根據 那個 後世的評價 上岔謙遜是一個非常出色的 一個林文 可以寫詩詞歌父 又可以行軍策略 陣前殺敵 其實就是一個全能的武將 而 遊戲之中 大家都會問 為什麼他的技能是叫被三門天 因為當時日本的戰國時代 很多將軍都是信奉佛教 對 佛教 上岔謙遜是其中一個很出名的佛教徒 他就 這個 三門天在日本的佛教是一個守護神 他就和一個軍神 所以基本上打仗的人很多都是很信奉被三門天 因為軍神都有 上岔謙遜自命是被三門天降世 即是自己是一個軍神 所以他的軍旗裡都有一個秘字 就是這樣 上岔謙遜自命為被三門天降世 所以他的絕招叫做被三門天 就像我力量 就是這樣的意思 好了 進到王關我先說一下這個打法 第一行血打很快 看完就不說了 二血就上去 照舊了 這個位置上去以前我會上下彈的 但後面我發覺左右彈的成功率是高很多的 你不會那麼容易彈下來 左右 上下就很容易會掉下去 大家知道為什麼 這個位置沒辦法一定上下 看彩數 OK 因為二分一機會我不懂 我不會計算速度是上去還是下去 免得這樣 那老闆這一下應該 對 不要緊 老闆又炸 那炸就爆了 那這隻 充填一定能上到的 有貫通 對 上去 OK 那只有老闆一隻 對 其實一隻都挺痛的 一隻吃到 那這裏就 因為形勢大好 我就不建議開記住 對 慢慢坐一坐 還有旁邊有個大心 那等它變了金心才吃 我覺得 挺安全的 所以就 這裡 先養一養金心 哎呀大話 下彎很小 嘖 喂 嚇死我 這裏沒辦法了 這裏一定要開絕招了 那其實我計錯數 我忘記了這回合 我忘記了這回合 我忘記了這回合是老闆肉 對 那一定要開絕招吃 那就不要緊了 浪費一個絕招 那因為 進化的充填那個絕招 是可以 一擊重創 修羅的 即是打到陽點 嘩 它的火地扣勁多 那所以就 絕招來說 都算夠用 我覺得這裏 對 充填不要加那麼多 先躲一躲 OK 這關的進化充填 千萬不要去左手邊 這個不能走 對 左手邊的全部都是傷害迫你 那你已經被人吃了 所以就 對 那吃一隻都還可以 吃一隻 我覺得 上橙橙走 這個有點危險 我覺得 有機會會彈出來 哎 嘩 但這個位置未必中 我覺得 因為它貼著底 的話 八爆炸未必可以 那老闆這下 我教過之前 一邊走 一邊偷雞 對 這樣偷雞 撞一撞 對 OK 大家看到 上橙謙順是不中的 所以 在最底 或者最頂 其實就OK OK 這裡有個金心 其實都非常穩陣 看看可不可以 在不出絕招的情況下 秒 因為絕招最好 留在這個 三血熔 這個 尾血熔 對 穩陣很多 嘩 吃不到 大鑊 大鑊 那 上橙謙說 一定要吃到 應該吃到了 平時我教大家 就指著我心裡吃 但這下 因為 我覺得就一定吃到 所以就 然後就貪他一下 陽點 路西法 撞到 沖田就贏了 基本上 嘩 不是的 OK 搞定 大家看到四隻都在上面 位置極度漂亮 但這關千萬要留意 順化沖田 因為是 傷害迫在上面 所以就 嘩 這關如果你不留絕招 你就糟了 對 那這下 插一插 基本上 不用走位 基本上 因為我有這個 上橙謙信 一定是 停不開三回合的 那這裏 一定要開絕招 但大家看到 如果你沒有絕招 我真的不懂 這下我也不懂 對 那這下 雖然不中的弱點 但都是 扣一百多萬 都OK 因為主要是 用來避了傷害 那 上橙謙信 這裏 我想這下 我應該是撞路西法 還是撞 沖田 嘩 應該不夠 不夠速度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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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重點 都是 打中 黃令 可以停 停這個三回合 沒所謂 OK 那現在 要小心 那個 柯尿 那個位 那老闆不怕 哎呀 我想 沖田 那裏 這下 就算減了速度 照用了 照用了 卡頭 應該也有100萬 我猜 沒有100萬 差不多 OK 那下回 咦 他這下 這下 就交叉 變了一個傷害迫走 在上面沒有 變了下得有 那搞定 因為我有過一次經驗 所以打得比較輕鬆 那大家可以 如果真的要用進化沖田 我就非常建議 你真的要好熟 這關好熟 那如果不是 就自己省死自己 一隻 都OK的 有獸神族 近來 進化這個暗村 弄得獸神族 沒有了 正好補回點 對了 上層謙遜 講完 講完 上層謙遜 他也有個特點 因為他身屏 是不近女色 完全 沒有妻子 沒有妻子 當然更加沒有孩子 在戰國時代 是非常罕見 因為日本是 三妻四妻 基本上是男人 好像他這樣 完全是身邊 沒有一個女性 極其罕有 因此 後世 就對上層謙遜 有很多傳冊 例如 首先 我買的是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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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就說 因為他不近女性 所以懷疑上岑是一個女兒身 那這個其實聽一下算了 我覺得沒什麼可能 畢竟世上就沒有那麼多花木蘭這些 其實你很難是長年跟那些馬佬 士兵將軍一起 是不讓人發現你是女性的 沒什麼可能 我覺得 除非你生成一個男人樣子 完全是男人身 所以可能性是很低的 這個聽一下就算了 那這次雙沖田打修羅就來到這裡 那下次再用上岑 打其他關的都會 那下次見 拜拜